我歸年呀 大家好,我是小白 I am good No, you're not good, you're bad 這傢伙整天都把good 讀了做good 但他還每天都在我耳邊 I'm good, I'm good Hello,我是Felix 你媽媽還沒說的嗎? 好,今次這條影片就是想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們最近買的一次淘寶買了什麼 這條影片我們會分開上下集 雖然我跟他一起買,但我們買的東西會分開拍 他買的東西會放在他的頻道 我買的東西會放在我的頻道 不過我也有我買的東西放在他的頻道 但我的頻道就是完全沒有他買的東西 買2000元有1000多元是我的 不好意思這麼大聲說出來 哈哈哈哈 好了,首先說了我買的衣服 不過其實我買的東西全都是女人的東西 就在我身上還沒穿這套 那呢,先說這件外套 這件外套多少錢呢? 你的手勢什麼事? 我中錯手勢 這件外套是189元人仔 那我自己買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的設計 他的Cutting 都非常的... Elegant 對了,那 他這裡是Lazy 扭胸的 就是透進去看見肉的 有這個... 裝飾成份 而且是... 不熱咯 很涼爽咯 就很適合夏天 穿著長裙 不想太老 對了 你對我買這件衣服是不是很不滿呢? 不是啦 我盡量給人反應嘛 你知道的啦 上次我跟他拍過的淘寶 我真的在旁邊 他成長就是坐在這裡按 然後呢,就選我這條裙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一些... 特別一點的設計 還有一些... 過失的裙 就是我很喜歡長裙的 而且這些裙呢 用去拍照片很漂亮的嘛 對了,那我就覺得這條裙 它是扮成藝女神啊 小青身啊 非常漂亮的那種來的 那其實呢 這兩件是一套來的 是同一間店裡賣的 這條裙呢 就比較貴一點啦 它是299的 但是我始終都覺得它的設計是值得的 那條這樣的衣服 那條這樣的衣服 有一點點裝飾 簡單得來 又有一點特別感 真的 是,很好看的 它的質料其實是漂亮的 我覺得這條裙和剛剛那件衣服 在香港賣的話 至少一個雙倍的價錢 下一樣 都是同一間店裡賣的 這也是一件外套來的 我覺得呢 有時候夏天出家 入到商場可能會冷的 那所以需要一件外套 我以往買的外套 全部都是很厚的外套 我是沒有適合夏天穿的外套 那這件其實便宜很多 這件99元人仔而已 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很漂亮 哦,我也知道人漂亮 穿什麼都漂亮的 我呢 在淘寶買衣服呢 都是喜歡買一些比較特別的設計 那通常呢 我會買價錢偏高 偏中高的衣服 我不會跟其他人一樣 是為了買便宜的衣服而去淘寶 因為我感覺上呢 在淘寶買便宜的衣服呢 十件呢 會有五件是服的 所以我買一些比較偏向貴 看重設計 感覺上質素好一點的衣服呢 都沒有服過的 還有呢 我通常在淘寶買衣服呢 我都會追蹤店鋪 然後看店鋪有沒有出新貨 然後看新貨有沒有我適合心水 我會在那裡選 我很少說會去發掘新的店鋪 如果大家對於我買開的淘寶店鋪有興趣的話 我稍後可能會拍多一條影片跟大家說 有興趣的話 快點留言跟我說 好了 Next 都是一條連身裙 那它呢 上半身這裡呢 是一些絨毛的感覺 但是它不是說太過熱的 肩帶這裡呢 是一條右帶 旁邊有些雷士出來 我覺得很特別 很漂亮的 然後呢 它下面呢 就是有些冰箱 然後 我覺得它扭空 這個設計超美 而且這條裙超便宜 這條裙108元 我覺得這條裙是物超所值 它的質素很好 而且設計很漂亮 如果在香港買的話 這條裙可能 三四百元 走不掉啦 你這些 適合適合也好 戴場合也好 也好 就是去喝的也好 對 是一樣呢 我在同一間店鋪買了兩件 背心仔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很漂亮 所以就買了 蛤? 哈哈 但它很便宜 看看它是多少錢 它是20元一件 我看到它這麼便宜 然後看起來好像很漂亮 然後就買了 它也真的蠻小的 背心仔 真的很小 它是露腰 我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沒有啦 你把肚子拿出來 OH NO 不過OK的 穿上高腰的 但我還沒穿過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怎樣 因為我們買完 就拍了這條影片 雖然它是背心 但它是冷衣 沒有刺 它又不刺 你感覺到它是不刺 但夏天穿又不是 冬天穿又不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穿 我不知道自己買來做什麼 下一件呢 就是一件這樣的衣服 我之前在淘寶買了一件 跟這件差不多的衣服 都是領口是這樣的 然後是喇叭袖的 但那件衣服 就不知道替我哪件衣服 是洗的時候染了 然後就尾了 但是已經下架了 那件衣服還要吃80元 超不開心 穿了不是很久 然後我看到另一間我買開的店 有一個這樣的設計 我剛剛的衣服是65.5元 我覺得價錢也不錯 摸上質料是蠻舒服的 但是應該會蠻透 要穿一件大的衣服在裡面 同一間店買的 就是這件T恤 我很喜歡夏天穿很鬆身的T恤 還有我很喜歡間條 我已經有六七件 六七件間條 真的很多件 我覺得它這件衣服 質料蠻舒服 是真的夏天穿外出 會完全沒有負擔 對 我純粹就是喜歡它的版型 比較鬆身 就是這樣 這件T恤就56元 多大呢 這件 好 接著下一個 好 接著下一個 好 接著下一個就是這個袋 我為了一些連身裙 就是比較斯文的裙 買了一個這樣的袋 但我忽然間發現它很長 什麼事 它的袋是長到我的盆骨下面 正常的袋子 你斜背都是去到這裏的 真的沒有辦法側背的 它不能整個帶子嗎? 沒有 我不能整個帶子 嘩 到我屁股下面 整個袋子是超長的 很尷尬 我純粹是想買一個袋子 配襯我的裙子 因為我平時都是背包 我沒有手袋 沒有側背包 這個袋子就是45元 它的內籠是超級不行 然後它拉鏈也不行 它的質料你摸到是超廢的 好不舒服 對 很不行 只有它的樣子 嘩 你看它的拉鏈 它的拉鏈好像隨時會爆開 好卡的 所以我還是應該會再買一個袋子 好耶 花了錢了 雖然我說淘寶其實便宜的東西 都真的很多服裝 我打我這樣結的東西 但打完結的東西非常癢 好 鞋子一樣 鞋子一樣是這雙鞋子 這雙鞋子是我在一間香港的IG購買 然後我問它是有沒有可以買 然後它說是淘寶的 我問到IG購的店主跟我說 這雙鞋子還蠻舒服 然後我打算不要啦 我相信它 然後就買了 然後我想說 也是刮腳 現在我貼了一塊膠寶 因為我是大小腳的 我小腳那邊是完全不刮腳的 是OK的舒服的 但我大腳那邊就痛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買大一點的尺寸 因為它鬆了也不要緊 它真的是綁帶的 這雙鞋子是180元人仔 不過我覺得其實這雙鞋子也很貴 我在淘寶我不敢買這麼貴的鞋子 但買得太便宜 我又怕會很不舒服很刮 買得貴我又不捨得買 我想了很久才決定買這雙鞋子 我這雙鞋子也是買來貨 夏天那些很lady的連身裙 因為我本身是出家只穿球鞋的人 即是無論我穿裙子也好 穿褲也好 穿什麼套都穿球鞋 又或者是去啦 我覺得我花錢洗得非常合理 蛤 我看看這些賬單吧大家 蛤 蛤 蛤 好啦下一樣是一頂這樣的草帽 這頂草帽是70元人仔 我自己就覺得不太划 因為它這頂帽子 一拿上手就刺到我媽媽都不認得 然後雖然我覺得它的設計是挺漂亮 但其實原來它是會脫色的 因為我拿回來之後 我有洗過一下 就是找一下沖水 然後呢 它不知是否沖完水之後 它脫色脫到這裡的lacy 染了它這些顏色 只是各部地區是這樣 雖然遠看也不太覺得 而且這些帽子我打算夏天遮一下太陽 又或者拍照的時候裝一下B 不過我也覺得很少會戴 因為在香港你戴這種草帽出街 你不覺得很奇怪 每個人都看著你 對 會很吸精 不過它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這裡可以調帽的尺寸 因為我的頭髮是偏小的 有很多帽都不適合我 所以我必須要找一些有得調尺寸的帽 但我還是覺得這頂帽買得不值 70元人仔 我寧願加了30元買剛剛那條裙 黑色那條 嗯 好啦 因為那條黑色的裙子 就這樣穿 好像有點寡 所以我覺得那條頸應該有些東西 然後我去看Shokka 然後一次過買了6條Shokka 這條20元人仔 20元? OK的 因為它真的便宜 我才會瘋狂地買 但也有些跟我想像中不同 太大出入不是太漂亮 例如這條這樣 我現在都不知道可以配什麼衣服 哪種 好難想 這個好像是去送的 我沒有買到這個 這個就是在香港經常盛店 最原始的Shokka 然後我買了一條這樣的 都是很難配搭 粉紅色和白色都很難配搭 然後我又買了一個花花的 我回來覺得花花挺特別 我覺得有時候穿一些 款式很簡單的裙子的時候 可以戴到 忘記說多少錢 不要緊啦 太多Shokka了 我在字幕的時候 上了多少錢 這條也是 我原本以為它是 因為有些中古 復古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戴上頸子的時候 就超奇怪 很難配搭 好了 下一樣 我要說一個令我眼神死的東西 我哥哥養了一隻貓 叫師兄 所以我就想買一些東西 給我哥哥的貓 然後我想買一個很可愛的頭套 誰知道 逃了回來之後 我極度失望 好像買了一個二手貨 好像已經被人用過 一點都不像是一件新的東西 因為是羊什麼什麼 應該是純白色結白 它是灰的 真的好像被人用了一段時間 好噁心的 因為它的包裝是極利貼 很養傷 很炒的玻璃紙包著 我覺得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也不會想給它任何動物去戴 好中好不衛生的感覺 對啊 那我本身呢 我打算直接扔的了 然後就算了 打算洗拳會不會好一點呢 誰知道洗拳會貼了很多層上去 越來越噁心 我會放連結在下面 跟大家說這個超級類的東西 大家可以blacklist的那間店 是不是二十多元呢 因為好像二十五元還是二十九元 二十多元買了九個東西 我覺得很浪費錢 我買的飯不好 頂 好了 最後一件事 這個絲襪是純粹我cosplay會用到 然後這個就...不知道 總之是過失物 不知道 這兩雙都是過失物 但它是過失的絲襪 比較薄舒服 不要再說我收了 我喝毒的 好了 我這次淘寶買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其實都不是真的很多 是某些衣服比較貴才買了很多 大家看影片長度就OK 都是物有所值 我覺得 OK的 其實我每次買東西之前都會跟你商量 買衣服 但我有看的 它OK我才會買的 這裡有些我沒見過 只有這些呢 不是 便宜的我不會跟你商量 貴的我會跟你商量 但你有很多條 就算了 那好吧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們覺得哪一件我買得很划 或者哪一件你們都覺得很喜歡 然後大家記得去她的頻道 看看她買了什麼 其實她的頻道還是有我買的東西 哈哈哈哈 好啦 到最後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下一個Like 然後有什麼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最重要的是 記得要訂閱我 訂閱我之後還要按旁邊的小鈴 那我出片的話大家就會收到通知了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那我是小笨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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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大小鈴 不要對 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哩 tool 那個是什麼按捷呢... 一個...大鈴